2010年,罗海雄与华裔副总结婚 有朋友表示,别人都在争华裔意见 你却直接嫁了总裁 罗海雄不以为意,以后不要说这个了 2006年,罗海雄在加入华裔后 就被副总废奇看到了眼力 之后,废奇对他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罗海雄有些不紧,你喜欢我什么 废奇当即表示,你长得漂亮 给人感觉非常的温柔 但罗海雄却直接拒绝 那你可能看错了,我们俩不合适 废奇文言并不在意 依旧投其所好的 给罗海雄准备惊喜 一段时间之后,罗海雄被打动 废奇也抱得美人归 2010年,废奇与罗海雄在北京举办了婚礼 但事情传出去之后 就有很多人不看好这段婚姻 废奇长得不行啊 好看的女明星最后都嫁给了 难看得有钱人 但两个当事人却对此不屑一顾 之后有节目采访罗海雄 也提到了废奇 你觉得废奇长得帅吗 罗海雄当即表示,帅啊 而且有很多人说我跟他长得像 与废奇结婚之后 罗海雄并没有利用丈夫的权利 来给自己谋取资源 他依旧是一步一个脚印 2013年,电视剧风筝原定的女主角 因为意外骨折 导致了没办法出演 无奈之下 导演想到了罗海雄 就在他刚要 给罗海雄发消息的时候 遭到了废奇的阻拦 这是你不能这么做 你先等等 这行为让导演都没了 回家后 废奇将剧本递给了妻子 有个剧本还行你要不要看看 罗海雄第一反应就是 你推荐的吗 废奇连连否论 罗海雄这才看了看剧本 看完之后 罗海雄直接表示 这些我接了 之后 罗海雄在节目中提过此事 他表示自己的性质非常敏包 也非常需要别人的肯定